林姓女子和媽媽爸爸以及弟弟 都被移送這一家人 在去年十月共同殺害了 包養女子的張姓負傷 事後不但盜領負傷四百七十萬存款 還將負傷的屍體丟入河中 法院判決結果出爐 林姓女子被判無期徒刑 她的爸爸也因為共犯殺人罪 盜頂存款遺棄屍體 被判十七年有期徒刑 媽媽和弟弟也被判十六年 至於動機 法官認為是林姓女子 長漢包養她的富商吵架 又寄於對方的大批存款 在下手殺人棄屍 一家人將富商殺害後 將富商的屍體丟入溪中 十一月初 富商的屍體出現在 蒲岩鄉的人頂橋 雖然當時林姓女子公稱是朋友 屍首將富商打死 但經過警方仔細調查後 才發現是林姓女子和家人一家四口 一起下手殺害對方 我是希望吳蓮瀟 月謝忠義 彰化報導